我们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了 现在我发现她经常对我说谎 很多事情都在骗我 我不是要骗她 只是我们两个的性格真的很不合 我做的事情她不能理解 她做的事情我也不能理解 就为了这些我们每天都在吵架 难道我想吵架吗 这些还不都是她的问题 她永远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别人都是错的 我真的没办法再跟她沟通了 我怎么听着像一个 常有理的一段爱情 让我们用掌声清除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马 23岁来自河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家 23岁来自广西 是一名客服接待 大家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谈恋爱多久了 我们在一块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觉得还合适吗 感情就是需要互相的磨合 谁天生下来是合适的 我希望能改变一下她 不要让她经常说谎骗我 我觉得自己总是活在欺骗里 你能给我们举一些事实来说明 她怎么欺骗你的吗 前一段过年 我想着趁这个机会去她家看看 好不容易才买到去她家的票 结果到了那边 想给她一个惊喜 打到第一 根本就没有那个地方 给我的弟子就是假的 你那是想给我惊喜吗 你那就是想去见我父母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一年多算很长吗 我一个多月不就带你 见过我的父母了吗 那是你的想法 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我特奇怪姑娘 就算见个父母也没什么嘛 不说男朋友 说好朋友也可以啊 干嘛骗人家那大老远的 你是去广西是吧 好不容易买到票去广西 结果 给我的假地址 让我在那边待了一天 结果没办法我自己回来 那你给她打电话了吗 打了 之前给我一个地址是假的 然后再打就打不通了 那她也没去见你 没有 我不想让她去见我父母 不可以不见父母 你为什么不去见她呢 男朋友 我当时很烦她 她整天就知道查岗 除了这些事还有 她在工作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 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等到我托家里面关系 给她找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工作 结果干了几天 她稍微出差 我还真的信了 结果刚出 她刚出发就联系不到她了 我只能打电话到她公司 你也不看见 那领导师怎么说我的 她说话她说得太难听了 你刚工作就要请假十几天 谁会批准啊 我不喜欢被工作 而且这种事你告诉我了吗 等于你辞职了 但你告诉她出差是这意思吧 还有吗 那天晚上她说要加班 我看太晚了 我说去接她 我说我已经在楼下下来吧 她又立马改口说 我是已经上了同事的车了 前后几秒钟已经那么快吗 不就是拿加班当 接口跟朋友出去玩吗 你那不是去接我 你就是去查岗 你每天觉得我在外边玩 你觉得我朋友特别坏 你就是不想我去玩 你就觉得我的世界 不三不四朋友给带坏的 我的世界里不只有你好吗 你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都是些什么人呢 他们哪不三不四了 我朋友咋不三不四啊 天天打扮了什么样啊 每天出入夜场 你看看你 有时候出去玩 还为了跟我装病 下午我才去看过她 什么意思 那天下午 她说她不舒服 回家休息 我下午才拿了她爱吃的东西 拿了粥去看她 结果到了晚上 我跟一哥们正好聊天 哥们说 女朋友怎么在夜场啊 我说不可能 肯定在家呢 人家直接发张照片 照片那可不就是你吗 我打电话过去 她还在跟我装 突然就勾起了 我想提问的这个心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谁能告诉我 学校的时候 做活动的时候 是我追的她 学校 对 大学同学吗 对 当时做活动 她在上面唱了一首歌嘛 然后我 我跟闺蜜说 这男孩挺可爱的 她说那你失恋 又一段时间了 要不就追着她呗 然后后面我就约她 好 那其实别人听就觉得 好像女生总是在说谎 但是我特别想问男生 一句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说你的女朋友 宁可说自己生病 骗你 也愿意跟她的朋友出去玩 为什么她老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被她那些 不三不四的朋友给带的 他们哪儿不三不四啊 你先不要说我朋友不对 你想一下你自己的 自己的问题好不好 你给过我想要的吗 无数个借口来骗 爱情里面难道 不能够有浪漫吗 你懂浪漫是什么吗 你就是整天思想太死板了 你总是这样认为我 所以你总是来骗我 她有时候为了出去玩 你做什么都要我教你 结果找了一个我见过的闺蜜 拍了一堆照片 也换了好几个地方 换了好几套衣服 我每次问她在哪 她就说跟她在一块 发个照片过来 照片上她带着一个戒指 但那个戒指前一段已经丢了 我们还一起找过没有找到 结果那个戒指又出现在照片上 如果不是这件事我还蒙在鼓里 你为什么老说她的朋友是不三不四的朋友 你能告诉我 她的朋友没有一个正经过程 我那朋友都很正常 说到我朋友你上次还打他你知道吗 你让我以后怎么跟我朋友相处呀 咱再说清楚啊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就打上了 那天在酒吧 他们在玩一个游戏 用嘴来撕指接力 到她 她最后是个男的 那个男的明显是要占她便宜 然后我就 我就上去拦啊 然后就动了手呗 现在都很正常玩这些游戏 你干啥都傻得那么坏呢 你那些朋友都不是什么正经的 我真是希望你离那么远一点 就因为她那些朋友 上次去 还有一次骗我 去游泳 我以为是跟女性朋友去 结果一看照片 跟一群男的穿着泳装 跟一群男的又搂又抱的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看你每次就是这样跟我吵架 我怎么敢告诉你事实呀 我也想过要跟你说 他可能是为了不告诉我事实 为了骗我 在朋友圈还特地给我设一个分组 在我这看来 今天就是美食啊 拍拍街景什么的 正好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朋友更新他的消息 跟我看到的完全都不一样 到底有什么见不得是要瞒着我呀 就是被那些不三不四朋友给带的 你必须得给一个 所谓不三不四的一个标准出来 我们好听听啊 他那些朋友没有一个有正经工作的 没有正经工作 他就觉得我朋友每天去唱歌 去酒吧 从来都搞不清楚 他们那样咋了 现在朋友都这样玩啊 你咋就不能理解呢 咱俩现在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我好奇了哈 都这样了 为什么不分开呢 干嘛还腻在一起啊姑娘 之前我也说过分手 但是有时候他也对我挺好的 就是我生病的时候 他会自己做粥 然后去家里边看我 但是他就是不能够理解 我跟朋友出去玩 我很珍惜这份感情 所以我才 很 我很珍惜 我很想跟他好好走下去 你要求我每个周末 每个周末都要去你家吃饭 我还有什么自己的时间啊 我希望一周陪一次父母 难道多吗 因为这种事就拿各种理由来骗 是吗姑娘 她说的对吗 骗她了吗 对 我是骗你 这点我承认 但你有想过 我想要的是什么 什么样的爱情吗 你说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爱情 你别说话了 我们听听这姑娘想要什么 上次去吃饭 吃完饭我说去看你 就在楼上 她在那得巴得巴说 哎呀这家没有团购 哎要不去那家吧 那家那家有团购的可远可远 到头来还还怪我 你干啥不提前告诉我 不应该吗 你说你干啥不提前告诉我 像我们给你看两次 难道女孩就是爱突发奇强吗 想干嘛就干嘛 你又没有提前告诉我这些事情 你从来没有给过我所谓的浪漫 浪漫是什么呀 情人节的时候 我说 过年不是想去人家给你个惊喜吗 结果呢 我不是白跑了一趟吗 我费了多大事才过去啊 让你不说话呢 他总是在骗我 接着说 接着说 情人节怎么了 刚才说情人节 情人节他到了快 过了情人节了 他都还没想过送礼物 我说今天什么节啊 他说情人节 我说礼物呢 他说什么礼物啊 你想要什么 我拿钱给你买好了 因为我怕我送的 他如果没有打到他满意 我不想让他开心点 我问他你喜欢什么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 现在生活天天玩了以后 能有未来吗 女生说他就喜欢开心 突发奇想 你就是按计划形式 他的想法真的太幼稚了 你呀真的少说一句 就是我发现一个男人在那 虚刀虚刀 就是满场都是你的声音 我真是 哎呀我都快疯了 我跟你说 杨西天云骗我骗得太多了 我真的很担心他 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你就是太死板了 他就是想我每天工作 吃饭睡觉 然后看了电影 还要还要说好了 去哪看电影 没有团购不看 这家太贵了 生活不得限制点不应该吗 就像你那种幼稚的方法 能有未来吗 能有希望吗 什么是未来 什么是希望 在你的心里 我的未来就是一个 像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一样 每周末 一天去他家 一天来我家 然后呢 双方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 偶尔可以出去 像他说 看个电影 但这些 希望都在计划之内 都是在计划之内的 这是你的想法 姑娘你告诉我 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的未来和你的幸福 幸福就是开心吧 想干嘛就干嘛 比如说 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比如说 我今天想去看你 所以说 有立马把工作辞了是吗 然后还不告诉我 旅行之前想过 我开始有试着去 先复合你的这种生活方式 但我真的受不了了 忽然消失了 联系不到他 正常人都 每次跟你说分手 你就说一大堆的道理 特别烦 谁贴成家就合适啊 不就是要慢慢磨合吗 好好好 现在不想跟你们 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可以收开 而且我带他 见过我的父母了 认识一个月 就带他见父母了是吧 对 因为他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所以 初恋 对 我真的很珍惜 这种感情 女生 愿意跟他分开吗 不想再继续了 以前尝试过分手吗 我有说过 但是他总是跟我说 一大堆道理 然后我也知道 见过他父母了 就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就一直 明白 所以才编那么多谎话片 就是被你那 不三不四朋友带的 才总是在骗我 你不要说那么不三不四 行不行 好好好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奔剑 你一直在重复 说一句话 你变了 都是被你那帮 不三不四的朋友 所带的 我特别想问你的是 你第一次 跟你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他跟你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非常开朗吧 对我也非常好 然后我们两个 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像 也很甜蜜 像互相喂饭 这些都有过 他那会儿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朋友 经常也会跟朋友在一起 去酒吧也好 去KTV也好 我们两个待在一起 时间肯定多 就是道远 没有说经常和朋友 他跟我在一起 时间多一点 我就想明白 他是什么样一个人 为什么你一直认为 他会有反差 反差是因为 我发现了那么多谎言 我从他嘴里 我根本就不知道 哪句是真的 哪句是假的 我们说两个人在一起 最开始都是被 彼此不同所吸引 因为我很宅 所以我喜欢外向的人 因为我很外向 所以我特别喜欢 有安全感的男朋友 但是有些时候 互补带来的 可能是矛盾的差异化 也就是你们两个 会发现你们的 至少朋友 交朋友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如果大家交朋友的观念 玩乐的观念 不一样的话 相处下去 只会越来越大的摩擦 他的确是你的 第一个女朋友 这不代表什么 但这些都可以磨合 慢慢地 为对方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所磨合的 是跟对方磨合 有一些小的 小的细节 小的问题 但是一个对方 所认定的 他的生活观 你是无法改变的 除非他自己愿意变 所以我觉得 对男生来讲 你才24岁 就算你谈了一个女朋友 你们两个是因为 彼此不相同的生活而分开 是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之前想的 也是一场恋爱 就谈到结婚 谈到这样一辈子 我没有想过太多 依据我们过来人的经验 初恋就结婚 并且幸福到终老的比率 1%都没有 你凭什么就是 百里挑一那个幸运儿 因为我觉得感情 都是需要磨合的 你不是了已经 赤裸裸的现实告诉你 不是 当初我和我初恋 在一块磨合了七年 最后差点把我磨死 还是分手了 明白了吧 我觉得只要他不欺骗我 他就在骗你 爱是个很宝贵的词 世界上最美好的字 它的反义词或破坏它 打碎它的是什么呢 不是恨 就是骗 没有了真诚 没有了心心相应 有无数的欺骗 爱就已经不在 对吧 他骗你无数遍 你带他如初恋 虽然真是初恋 但是他一直在骗 这个初恋也有何意义呢 跟这姑娘说几句 今天你的穿着我很不喜欢 我不是不喜欢夜店 我也去过 但是我觉得一个年轻的女孩 不能沉迷在那种地方 你爱玩没问题啊 我也不是个老土 我觉得如果是合乎情理的 友情可以有一些轻易的举动 但是如果男朋友 已经不舒服的轻易举动出现了 你还不觉得有什么 要不就是千年的老古板 要不就你自己可能约了线 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不怎么爱他 这个看起来帅帅的 纯纯的大男生 在大学的时候 你可以追他 可以跟他好 但是一到毕业工作以后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不是能够给你提供 风化学学生活的那个男人了 你玩腻了 就像游戏一样 玩腻了就换一个 最后送这些女孩一句话 男人都喜欢爱玩的女人 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娶他们 马老师也被初恋伤过 还好好活着 所以我们还能看到希望 而且人伤了七年 你这才一年 不算什么小伙子 没事 我觉得这个男生 其实你有一点控制狂 你有没有发现 包括感情 包括他初恋婚姻的一些看法 包括他对生活的安排 你有你很善良美好的这一面 但是你的这个控制可能会给你每一个恋人 或者说爱人都会有一点点压迫感 这个是以后应该也会有的 那关于你们两个的感情 我觉得好像你们的开始 它基本上是一个误会 一个开朗 有点小奔放的一个女生 因为一些玩笑 或者说因为一个冲动之类的 然后追求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 比较乖又本分的男生 那这个男生 他又有一个极度的初恋情节 可是在交往当中 你们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生观的差别 它就慢慢地显现出来 我个人认为啦 人生观不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可能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 找一个同类人在一起 好 谢谢 谢谢吕老师 女生刚才好激动 女生说 什么是浪漫 浪漫就是 我想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要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要说爱就爱的爱情 但我再三强调 自由不是你想干什么 就可以干什么 而是你想不干什么 就可以不干什么 这两者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有一种女生 我不是说是你这种 但确实有这种女生 她有着几点鲜明的特质 谈个恋爱 朝三暮四 交个朋友 不三不四 说个话 颠三倒四 最后让人说三倒四 有这种女生存在 我不是说一定是你 但你如此现在发展下去 有可能会那样 其实你看你所选择的这种生活是你的权利 但你很容易让人误会 也很容易滋生自己成为那样的女生 台本当中所描述你们相识的情节 可以看得出来 你对这段感情最开始就不是很认真的 你承认吧 一开始是你失恋了不久 然后闺蜜们怂恿你 然后你又看这男生长得还可以 又挺老实 是吧 然后想走近一点 结果发现这家伙死较真 特别粘人 一时半会 走不开了 就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特别赞同马丁的那个观点 在你心目当中 这场爱情是个游戏 而他不过是有点腼腆 有点可爱的小男生 当你知道你是他的初恋的时候 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多好玩 我一逗他就生气了 你看我一出去一撒谎 他就认真了 还跑过来监控我 多好玩啊 对吧 这个猫捉老鼠 但是你没想到他这么认真 他是有点古板 但他这种专一呢 还真是年轻人必要的 我只能这样说 他是你的一段很好的经历 你不认识他 你怎么知道世界如此丰富多彩 如果你要是真的 第一次就碰见了一个像你所说的 愿意跟你谈了恋爱就一起结婚的 你的生活会有这么丰富吗 是他让你重新认识了女性 女性有各种各样 如果说这段爱情生活当中 真的有什么不好的话 我就觉得女生啊 有点太不认真了 凭心而论 你心里没有多爱 你只是因为空虚寂寞了 又碰见了一个可爱的男生的初恋 然后你现在想这样去走开 其实你也可以走开 没有关系 这是你选择的权利 但是每个人对爱情都应该是认真的 而不应该不认真的 如果你不认真的话 你应该早对他说 开始就跟他说 我一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 但你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彼此把对方当成是一本教材吧 他让你认识了有这样一种女人存在 他也告诉你 有一种男人这么认真的面对爱情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矫正一下自己的方向 算是一段不错的经历吧 就这样 姑娘一度泪如雨下呀 为何呢 哪根神经被触动了 泪如雨下 我没有对他不认真 委屈是吧 没有对他不认真是吧 我也是两个人好好在一起 但是我的生活朋友觉得不是那个样子的 行 没关系 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解读 这个没什么 我看来至少用心的欺骗 大概也是有一部分是在乎的 是吧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说实话 你们俩合适吗 但是我之前想磨合 我觉得 之前是想过磨合的 但是没磨合在一起 是吧 以后学会干脆 大概我们需要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俩字 叫拒绝 不爱就拒绝 你也要学会拒绝 接下来时间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60秒 投入你的感情是真的 不说 几本吗 你告诉我 二本 二本 想上一本吗 为什么没考上啊 学习不认真吗 不也挺认真的吗 一个意思 还有三种方式 你看一下 A 求助现场的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 A 选现场观众 让现场观众告诉你什么呢 我想问问 大家觉得我们 真的很不合适吗 大家觉得他们很不合适 请选择赞成 觉得他们还可以 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60%觉得是不合适 40%认为是合适的 百分比好像 没有我想到那么高 来吧 交换一下箱子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来听一听 观众的意见 为什么这样想 你是那60的 还是40的 60 理由 我觉得他们 没有那种共同爱 这条路 根本走不下去 把那个话筒 给那小伙子 这戴眼镜那个 正说得不停那个 谈过恋爱吗 那个谈过 现在还在谈吗 分手了 原因是 一滴吧 一滴就分了 然后不太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呢 这个是那个女生的问题吧 你好不厚道啊 那女生有什么问题啊 那个因为是 她提出的分手嘛 分手痛吗 挺痛的 活过来了 差不多 刚才就应该那男生在的时候告诉她 虽然很痛 但是也活得过来 是吧 祝你早日找到新的女朋友 好吧 谢谢 好了 我们听了听现场观众朋友的意见 人生总会经历一些痛的 其实痛过了就好了 千万不要把没有发生的事情 无限地放大去想 没有它 我的世界会怎样 你试一试 你就会知道 再苦 日子还得转下去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吧 看谁出来吧 还有一点情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不是 怎么了 打赌 他输了 他输了 你赌的什么 我说男生应该也会走的 我说初恋哪那么容易走啊 不要拿自己想别人 你忘记这箱子里有什么了 看一看啊 这箱子还挺 挺扭转乾坤的 啊去 不是 我现在对这女生 我真是 他肯定说了他不爱她吧 不是 肯定不是 女人心还抵真 有新男朋友了 不是 女生说我很爱你 不对 他居然在这还说话 我说 你为什么泪如雨下呀 老师说的不对呀 我确实喜欢过他呀 我不是那么游戏的 是他说的吧 读一下女生的原话 我其实 真的没有多喜欢 你 当时追你 就是因为好玩 我现在觉得 你真的和我不适合 我们好聚好散的 我要是个男生 我也得走啊 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